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舍内外有它的苦乐悲欢 我是在猪上面舍败的 才哪里跌倒 像才哪里站起来 遍地英雄 讲述渠州企业家苏鸿星的创业故事 云天画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每天清晨 这座猪舍总会响起迈克·杰克逊的街舞音乐 猪儿们就会探头探脑 跃跃欲试 让他们如此兴奋的是这位独地舞者 他叫孙宏鑫 是浙江省渠州市开化县的一位养猪能手 人称独地大侠 看到我跳舞的时候猪会在兴奋在动 我说我给猪一起跳舞 这样的感觉肯定会更好 所以每天我会和猪一起跳舞 那么苏鸿星和香猪之间 拥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73年9月 苏鸿星出生于浙江省渠州市开化县 华布镇阳村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哥哥姐姐也都很安分 苏鸿星小的时候他比较完肥 到河里游泳 到那个去掏鸟窝 他去吃暗网 吃暗网水 他钓鱼很会钓的 一天钓了好吃鲸鱼了 苏鸿星是属牛的 大小性格也像牛 不管掏鸟窝还是钓鱼 总要有收获才肯罢休 小鸿星还喜欢古道机械玩意儿 十二三岁的时候 趁父亲不在家 他就把家里的自行车拆散了架 却怎么也组装不起来 他就跑了 就跑出去了 再次回家被老爸打死了 躲了那个 我们那里以前 有那个稻草堆立嘛 在那个稻草堆立 也晚上不敢回家 有道是性格及命运 正是这种不安分 执着 爱骨道机械的天性 为他日后的人生 埋下了伏笔 1990年 16岁的苏鸿星初中毕业 他感觉自己长大了 无苦家人劝阻 执意出外闯大 几经周折 苏鸿星在宁波的一家毛绒厂 安定下来 第一次进去还是做什么的 打杂工 因为挡车工还是要技术的 车间里的机器 不定期的会有师傅来检心 苏鸿星每次都会帮着打下手 师傅便把勤快的踏 收为徒弟 我对这位修这个机器 我很珍惜的 要做一件事一定要把它做好 整个车间里的设备的话 本来按道理来说的话 最起码两到三年 我只有八个月 我全程全部回下来 于是苏鸿星被任命为 厂里的设备科长 还牵着一个车间主任 不满二十岁 他就闯荡出了一片天地 然而 在进场的第十个年头 这种幸运突然终止了 那是2000年十月的一天 苏鸿星正在清理一台机器中的原料残渣 这样的简单活 他已经干过无数次了 可是那一次 由电脑控制的机器 却毫无征兆地启动了 碰了一下 这机器突然开起来 我不知道了 这个左手 因为我是左脖子 拉进去的话 我不知道了 我已经昏迷了 在这半边 全部就 用了杀布勾起来的 我说这个人 你就是至少很意外 当时心里这样 踢到塌下来 三天三夜之后 苏鸿星才清醒过来 一个时候没有了 你就是一个废物了 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上 这个人完全就是说 没用了 再加上 我这个人比较好强的 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说 我根本就走不出来 就有点带放心金的样子了 他就好像 像到家我给人家发火一样的 我这个时候不是很好的 他就知道讲这一句话 幸好女友不离不弃 坚决要嫁给苏鸿星 这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因为讨厌那台商人的机器 婚后他从毛鸣厂辞了职 既然他很不嫌弃我 能跟我在一起 还可以嫁给我的话 我一定要让他乐子过得好 我一定要去创业 2001年春节过后 不顾家人的反对 苏鸿星带着妻子奔赴安徽蹦步 准备跟朋友合作养猪 当时那里的饲料比较便宜 9万元工商赔偿款 是他的全部本钱 当时养的是普通商品猪 也就是肉猪 将近一年 苏鸿星和朋友 先后养出三叉猪 我本来对这个养猪是一窍不通的 再加上我一直说 做事肯定是很慢的 明明是你正常的一个小时做完的话 我最起码要三个小时才能做得完 所以慢慢 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 不管怎么在乎那个的话 我要把它做起来 然而苏鸿星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的厄运还在延续 三叉猪都赶上了生猪市场低迷期 价格偏低 全部亏本 9万块钱呢 已经打水漂了 一分钱没了 我在外该借的都借了 所有的债务借了 已经借了6万块钱的债务了 也垫在上面了 再借的是借不动了 再买办法自由 放弃 身心俱疲的苏鸿星 人生再次照上阴霾 他长须短叹 为什么自己的命运如此惨淡 为什么上仓 一而再 再而三地折磨他 就在这时 妻子怀孕了 多多少少 给了这个倒霉的男人 一丝慰藉 2001年10月 苏鸿星跟着临船的妻子 回到了四川老家 一个月后 女儿降生了 我很开心很开心 就是我马上就 想办法跑出去打电话 跟家人说 我说生小孩了 然而因为身有残疾 又背着外战 岳父岳母 一个劲地劝妻子跟他分手 到女儿出生45天的时候 妻子躲了起来 都了解 因为其实他没说这个 我心里都已经清楚了 我说我要回家了 快要过年了 2002年新年之前 苏鸿星用仅有的一只手臂 跑着墙堡中的女儿 踏上了回老家的路 一路上 他的心都在滴血 前方等待他的 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这些年除了给香猪跳舞 苏鸿星还经常训练他们做游戏 2019年元旦建成的 珠宝宝文化乐园里 设置了各种游乐设施 瞧小家伙们玩得有多开心 那么当年养猪培本的苏鸿星 又怎么走上了老路呢 这还得从他回到老家说起 2002年新年前 苏鸿星带着不到两个月的女儿 回到了父母家 人家的风年风雨也很多 这下子女儿很难翻身了 老婆婆又跟她离婚了 这里边全部又亏关了 你现在不夫妻都夫妻 是吧 事业失败 妻子已经不要你了 等于说我们父女俩是被抛弃的 2002年春节过后 妻子来到游州看望女儿 苏鸿星满意为她会回心转意 没成想几天后她还是离开了 他们的婚姻就此结束 我感觉我感觉我非常地活得很累 因为很失败 想这个做法的时候 我要给我女儿自言自语地说 我说 我这个做爸爸的 不轻折累 我要走了 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2002年3月的一天 苏鸿星咬着牙告别了女儿 扛不过去了她 决定告别人事 看着曾经美好的人间 她在心中满是酸楚 村边有一条江 江上有一座桥 之前苏鸿星已经多次踩点 那一天她静止来到桥上 选好位置就要翻越栏杆 被母亲拉住的瞬间 儿子求死的念头 还没有被彻底掐灭 我的儿子 我说你还有女儿还有妈妈 你找了女儿妈妈都没有了 他说你想干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 如果你这样跳下去 那我也给你跳下去了 母亲苦口婆心的劝慰 终于让苏鸿星违心转意 从那一刻开始的话 我决定下来 作为一个父亲 我一定要再苦再那个 我要好好的去做 所以我决定出去打工 2002年7月 苏鸿星到杭州一家工厂打工 每个月600多元的工资 除了基本的生活费 和女儿的抚养费 其余全部攒了还债 不久 一位叫史春花的女同事 跟苏鸿星渐渐熟识起来 左手有残疾的她 也遭受过婚姻失败的不幸 两个年轻人 同病相连 越走越近 但是我也知道 那时候的话怎么说呢 经济上面压力太重 一 我还要抚养女友 第二嘛就是说 我好像有这么多债要还 所以不敢说出口 因为我不能给她太大的幸福 后来史春花南下广西学习美容 临别之际两个人都哭了 我真的很舍不得的 我很少掉眼泪的 因为我出事都没掉眼泪 她到那走的一刻的话 我掉眼泪了 送走了心爱的女孩 苏鸿星渐心痛又羞愧 她暗暗发誓 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将来境遇好转 一定要对她吐露心血 从刚到杭州打工起 苏鸿星就经常利用业余时间 查询新的创业方向 我是在猪上面失败的 才哪里跌倒 像才哪里站起来 经过琢磨 苏鸿星找到了新的项目 香猪 香猪又名米脸猪 啼小早熟 肉质鲜美 成本较低 既可以当肉猪卖 也可以当宠物卖 2009年春节前夕 苏鸿星还清了 六万多元的外债 还攒了一万两千多元 在第一次养猪惨败 七年后 她决定再次养猪 他们说你这个胆子还没恢复 都这样想 因为我这个胆子 这么一大块 把一个碰到的 她说你香猪什么东西 是怎么样东西 我这个猪是不怎么回答的 而且我们这里没有 没有东西肯定好卖 这一回 苏鸿星吸取了前次失败的教训 先从小批量养起 只买了七头八马香猪 两头公猪 五头母猪 我想就人生再赌一次的 就是不管再赌一次 哪怕这五头猪 母猪两头公猪输了 我再出去打工 六个月后 四十六头香猪杂出生来 苏鸿星的赌博 赢了第一几 果然 这些小香猪 很受欢迎 很快就被当成宠物 卖出去二十多头 一头香猪是两百元 苏鸿星的第一桶金 赚了四天多元 初战告捷 小伙子鼻皮也多兴奋了 他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第一次一样 都给我太大的信心了 我说 一百块钱人头 一屋猪 长个手头就是两千块钱 会这样想 二十多目屋猪的话 那我就四万块钱 我会这样去算 这样去加 更加来劲了 然而新的苦恼又来了 因为苏鸿星从小猪杂中 留下了十一头母猪 就十六头母猪 两头公猪的话 根命就放不下了 最大的困难就是 资金没钱 建一个厂 不说也要一两万块钱 在苏鸿星家六公里以外 有一片乱坟港 人际罕至 也受出没 2009年8月 人们惊讶地发现 苏鸿星带着他的两头公猪 十六头母猪 来到这里安了家 才两千块钱 租给我的租金 我一看那么大 我说我这里要发展的 能够发展到很多很多猪 苏鸿星廉价租用的是 其他单位的旧猪社 大家眼中的乱坟港 在他看来 却是一块黄金宝地 那么他能再次捞到金子吗 每天早晨给香猪跳完舞 苏鸿星还要去割些猪草 他说这活干了好多年 扔不下 只有一只手臂的苏鸿星 怎么学会割猪草的呢 原来当年上乱坟港之后 因为顾不起办公 所有的活只能靠自己 香猪的饲料 主要是猪草和米糠 要想养好香猪 就得学会割猪草 最开始割的话 我半天割不到一点点 不知道怎么割才好 什么办法都想过 或者怎么样 所以手上有搞破什么的 你现在叫我手上一般 你肯定是不会搞破了 就这样花了几个月 苏鸿星交够了学会 也学会了独地割草 以前是哥哥倒一冷 怎么做得这么苦啊 怎么这个样子啊 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的 做什么事都做不好 什么什么没办法 因为坐在地上 坐着很火 当年在乱坟港 因为担心猪儿生病和乱跑 苏鸿星每天夜里 都会到猪舍查看 那经常会听到这个野兽的出动 哇 这样爬来一下 爬来爬来 一下子等一下听到叫声了 再还有还击叫声了 加得很惨的这种声音 感觉到很含蓄一样的 就这样是 但是毛 毛可能会竖起来这种感觉了 那没办法 初上乱坟港的苏鸿星 为了克服恐惧心理 空闲时会到坟墓前坐一坐 跟鬼魂们聊聊天 祈求他们不要吓唬自己 有时他也会想到是春花 一想到心爱的女孩 苏鸿星就有了勇气 有一天他刚刚坐下 就接到了之前一个客户的电话 你是骗人的 你这个猪是要长大的 我这个猪都长了一百多斤了 苏鸿星意识到 八马香猪不太适合当宠物猪 于是设法构进三头 适合做宠物的泰国香猪 两母一公 原有的八马香猪 只能当商品猪养了 我养了六个月 这个泰国又长猪了 长了二十八头 很可爱 又矮矮的 圆圆盼盼盼的 这做宠物是非常适合的 没出一个星期 泰国小香猪就卖出去二十多头 到那以后 宠物香猪越养越多 销路也不错 在乱分岗苦熬两年的苏鸿星 终于苦尽端端端来 与此同时 由于重视宣传 苏鸿星的商品猪也打开了销路 他们与宠物猪一起 成为苏鸿星打天下的两只拳头 在乱分岗二十三年里 我从十六头母猪已经到了 又发展到两百六十多头母猪了 卖出去销售就有六千多头小猪 收入呢 我记得一算收入 都有一百一百一十多万的金收入 赚到钱的苏鸿星 马上投资兴建新的猪市 地址选在开化县杨林镇 霞光村的一道山坳里 2012年底 苏鸿星带着庞大的香猪队伍 搬到了新家 并且成立了香猪养殖场 苏鸿星的成功 让好多乡亲们受到启发 大家纷纷找上门来 请求与他合作 受过穷 吃过苦的苏鸿星 没有愧对大伙送他的 独必大侠的称号 苏鸿星了不起 他把自己的经验 纯粹给他们 同时也带动附近的亲民 共同养住自父 2012年底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苏鸿星领衔的香猪专业合作社成立 由他提供种猪和技术 复合销售 加盟的分社按要求饲养 如果你要做大的话 就是说你 十个员工里面 最少要有三个产阶人 在里面工作 什么 那这样能够带动 产阶人的一点收入 当年就有36家个体养猪场 加盟合作社 他们养的宠物猪 商品猪全部脱销 一时间 苏鸿星受到媒体的追捧 独必大侠成了名人 2013年的春天 苏鸿星接到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电话 当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当时我愣住了 呀 你这个声音 是我一直都忘不了的 一直在我心里想的 我怎么是你 来电话的是苏鸿星 一直深藏心底的女孩 石春花 当时她还在广西 做美容工作 无意中看到苏鸿星的报道 按照媒体上留的电话 打了过来 我第一句话就问 你结婚了没有 他说没有 我还是带着小孩过 那时我心情 一下子非常的激动 不久之后 苏鸿星跟石春花 走进婚礼的殿堂 不肯向命运低头的独必大侠 终于赢得命运的垂青 事业 爱情 双丰收 这让她深感慰藉 人一定要靠自己去拼搏 再苦再累 都要靠自己去坚强地去面对 幸福是靠自己创出来的 创出来的人生 才是最美丽的人生 结婚已经七年 两口子还很浪漫 这不有点空闲 他们俩就出来散步了 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啊 同样的人生 比如好像上天注定了嘛 就像我多多绝点十几年 我们两个孩子走在一起了 有了史春花这个弦内注 苏鸿星如虎添翼 事业更加兴旺 目前合作社的加盟分社 已经发展到280多家 遍布全国 员工1247人 其中残疾人312人 2019年各种乡株 总销售量为21万2000多桶 5月10日是母亲节 孙虎鸿带着史春花 回到老家探望母亲 我最媳妇啊 是最棒最棒的媳妇啊 80多岁的老母亲 拉着儿子和儿媳 满眼都是喜悦和欣慰 这个母亲节 妮儿仨的幸福 定格在这张自拍照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